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Auer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游戏给大家 其实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恐怖游戏来的 这个游戏呢 就叫做Pocket Beast Hollow 但是呢 这个游戏其实我已经玩过一次了 所以呢 应该是过了第一关 所以呢 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恐怖恐怖 恐怖到底在哪里 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今天就来 再来试玩 这个游戏 给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新的游戏 选项推出选项呢 就是你可以 好 设置呢 换成其他语言 那么呢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玩这个游戏 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一个讲话 一个人在讲话的这个 这个地方 我的人性可以被出售 而我确实卖掉了他 从那一刻起 我的人生开始陷入崩溃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是我的悔恨 啊 你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 在走心走的人 可能他暗了可能看不到 这边呢 这边呢 有一个砍单号 我才刚来 然后呢 这里 这个故事呢 好像是在诉说呢 这些这个这个房东是 里面的主角 然后呢 像其他 那个房客的收租 您好 请问哥德温太太是住在这儿吗 他不在这儿 走开 好吧 我猜不是这一家 那就下一家看看 有人在家吗 你你是谁 哥德温太太 不 他他住在隔壁 非常感谢 好吧 那么就去隔壁看看 我再找哥德温太太 请问他是住在这儿吗 不是 滚开 嗯 我发誓他一定就住在这儿 毫无疑问 就在其中一扇门之后 是这只吗 这个房间闻起来有腐肉味道 你怎样知道呢 为什么 修了到有腐肉味道呢 似乎不是在这一家 为什么呢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门后传来南眉派的味道 一定就是这间公寓了 为什么 你可以知道 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 我说过 他不住在这儿 哥德温太太 我确定你就住在这儿 能开门让我进来吗 好吧 对不起 请 请进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哥德温太太的家 看了哈 老太太 我真的 很抱歉 我必须这么做 你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吗 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周时间 我一定可以还钱的 我对不起 我不想这么做了 但我必须收走这套房产 但是我该去哪儿住 这是我经由的财产了 真的哈 抱歉 女士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哭的 经常哭了 但这房间里有太多的回忆 我非常理解 老太太 看我都忘记了 要喝些茶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喝一杯咖啡 哦 当然可以 年轻人等我几分钟 会不会在咖啡里面下了毒药呢 在等待的时候 也许我可以四处找找看 看看什么 四处看看什么 一把摇椅 老太太们都喜欢的这个东西 虽然很想离开 但我现在还不能走 这是格登夫妇婚礼上的照片 但现在他也是孤苦无疑 哎 我真的不该这么做的 呃 然后你现在就会发现 他上面有一个血流下来 哦 好恐怖 到底是什么什么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快跑快跑快跑 不要追我 哎 很抱歉 亲爱的 我的咖啡已经没有了 我弄一些其他喝的东西可以吗 谢谢 那就不麻烦您了 请注意 您必须在月底之前搬出去 我是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你是 好吧 我也没办法怪别人什么 那么我现在该离开了 请您保重 等一下年轻人 也许也许我们 算了别在意亲爱的 我现在必须需要走了 您请保重 再见 他刚才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还是不要再打扰他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在走廊那边 应该这里就是回去的地方了 什么都没有发现 看起来电源并没有关闭 真奇怪 我只想赶快离开 怎么会是这个门会突然炮出来 这可能是个很糟糕的点子 刚才不是有人吗 太奇怪了 213号房间 纯居室 那里面不是有人吗 游戏进度不会被自动储存 你需要使用储存点来保存进度 好吧 我储存了进度 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他手上我需要一把钥匙 如果能找到电源键的话 我一定会把它关掉 该死的墙上贴着一张电脚 种什么果 其他妈的吧 这什么 各位少号房间厨房 这边是浴室 我还不需要上厕所 不可以一定要上 一定要上 这有什么 浴缸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那我看看 好冰啊 就是塔尔 这东西可能会有用 按住B 然后选A去找到你要的物品 就是这样子 当你在物品栏选定一件物品时 布莱斯会在复动时自动使用 这件物品 试着在浴缸中使用冰块 我没有必要把它放回去 如果你只是想搜索或检查座位的物品 环境打开物品栏选择空白栏即可 好吧 现在试着再次搜索一缸 我不需要再寻找另外一个冰块 好吧 现在就去 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这里有一个旧火炉 原来是拿着冰来放在这边 我在想冰块里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 我要把它放进火炉里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 让我们看看 就知道是这样 你找到一把钥匙 这是刚才那个锁上的门 诶刚才这是什么 这抽屉没上锁 就是这里的 我打开了门 怎么这样子的 off fly 找到了 那是广告吗 off fly 又是那一个声音 闪连弗兰克斯坦特古拉 这里有很多今年恐怖的小说 重复像是和空间固定在了一起 温室不懂 他是空的 他是空的 2号房间 股市经济学商业 这里有呢 很多关于金钱的书 他是空的 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那现在他鬼无了 我找到一本恐怖小说 好吧 其实把这个恐怖小说放在那个 刚才的 恐怖小说 柜子里面 就是这一间的房间 1号房间 放在这里又怎样了 这个书架上放了恐怖小说 我应该把这本书也放上去 哈 那是什么 另外 另一本书弹了出来 我找到了一本 经济学著作 我想我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又是什么声音 怎么会这样子 到底是什么事情 怎么会有这个声音 这里是2号房间 这书籍都是关于金钱的 这本书 放在这里 很合适 那我们再看看 行了 竟然有一道暗门 他是空的 好吧 进去看看到底是 怎样子呢 3号房间 这是什么 孩子 很高兴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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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大德 布鲁顿和穆尔 听说你 你把那个老东西赶出去了 干的漂亮孩子 你通过了第一项考验 很高兴得到你们的任何 先生们 但我觉得 哥德蒙太太 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别想这些多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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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重复啊 我们是一法办事 你做得很对孩子 你很快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 麦克大德 布鲁顿和穆尔 以及布莱斯 心底下就很棒 谢谢你 先生们 你准备好去赚些大钱了吗 很多钱 很多钱 现在我准备好了 你还要去收交两个人的财产 收交他们的所有财产 以法律的名义 法律的名义 法律的名义 你就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这就去做 就是这样的感觉 孩子 现在快去吧 好吧 我感到悲喜交加 很快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合伙人 呃代价就是我的人性 这值得吗 所存的精度 蛤 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又一张便条 房间终于有一头大象 我知道这就属于 我们一个来了 哦 快变炮 虚荣 傲慢 傲悔 虚荣 骄傲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 贪婪 啊 快点 COMBO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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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头有一头大象 这个什么 我都没有听过 抱歉我刚才走生了一下 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但我看到那头大象 我开始跑 拼命的跑 你 我又回来了 啊 他是怎么到这里来一张便条 房间终于一头大象 我知道这就属于 快点跑 跑啊 快点跑啊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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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走进黑亚里面就是对了 没有错了 喂 另一个故事又开始展开了 哈?已经到早上了 昨天可真是哥德文太太的事 依然让我感到难过 好吧 我需要来一杯咖啡 好让自己清醒一些 咖啡 我需要先来一杯咖啡 一会再晃上正装吧 好吧 屋顶漏了 还好昨天没有下雨 是破公寓 抽屉里堆满了奇怪的零碎 是空的 我要这些抽屉有什么用呢 煮咖啡是首要任务 我还没有准备离开 我需要一杯咖啡 我还对面 把水换下来 不用了 真麻烦 不用换啦 这么麻烦的 什么喝咖啡前一定要洗手的好吗 什么不可以洗手 一定要洗一定要洗一定要洗 我的膀胱很强可以一两天都上厕所 不可以啦 我每天早上其他都有上厕所的咧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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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需要一些水来煮咖啡 就用这个咖啡壶来盛水吧 怎么停水了 我一定要立刻从这坡房子里搬出去 我认为这不合适 对啊 我们不适合啊 也许我能从这里得到一些水啊 出谁啊 我想喝咖啡啊 听声声音外面开始下雨了 这次在逗我吗 糟糕了 走程 我诅咒你 下雨了 储存的进度 也不知道这雨水干不干净 但是无人而来我想喝一杯咖啡 为什么你那么执着要又喝一杯咖啡呢 好的 现在我得到水了 好吧 这个游戏呢 我现在就玩到这里了 这个故事到底会进行到怎样子呢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观看 登登